OK,那继续往上先搞定比较明确的 那个topology后对那个脸部 因为我这边还没有要再回来 它脸部会变形啦,不管 那是总之是topology解面解过都 那我们先处理 好,这个 头跟脖子 OK,好,那脖子能抓的范围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这圈 先设个点 5,先设个点5 其实不是点5,因为这边应该是 头吃的比较多 OK,好,那这边脖子吃到点9好了 差不多了 然后1 1 好,大概 脖子吃起来应该大概 这种感觉 好,那个脖子应该 控制起来这样 然后其实 你不再动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 应该是胸腔战最大 好,胸腔战最大 所以 我们要为他可以离开 开关 进来看一下 OK 嗯 好,那 这圈呢 loop 要给胸腔了 其实这一圈胸腔战的比例 应该要到点9 应该要到点9 因为他在 额 额 脖子在转的时候 其实你这里不太会动到 好,那当然还牵涉到这个 这一块 好,这一块 这一块 那这边很难控制 因为这里有太多跟股价同时要做用这里 所以你只能尽可能的抓取一个range 好,我只能尽可能抓取一个range 就像说这里都给他到1 接着开始分配胸腔给抢回来 好,开始分配胸腔抢回来 可能这个地方分配胸腔抢个点75 好,抢个点75 不确定 因为这里一样会受到我需要一点点一点点的微调 例如这个点 可能他根本就应该是1 好,还有前面跟后面的数字会有点不同 那也就是说要调整的空间还蛮大的 也许这里是DN5 不可能是1 应该是DN5 DN5 比较合理一点点 好,这个点应该胸腔不会抓 不会有控制 应该说肩膀不太会控制到这个地方了 所以也许应该把它射到0 那色的1 这个是1 人物热味 这样 好 OK 那你就会看到它会形成这个 颜色的变动 嗯 对,所以你在设定上 这里真的是最麻烦的区域 好,通常来讲 大概简单的设置一下 好,先简单大致上设置一下 然后就要看 实际上动起来的感觉 好,那实际动我要得回到那个模式 待会再来处理 好,而且这一圈 它现在其实给我抓到这里 嗯,我看一下 这是胸腔 胸腔到这里应该是0才对 好,那来看上臂 差不多该开始从这里开始检查了 这里就要同时间看 嗯 嗯 4 arm 跟twist arm 好,可以 希望这里没有形成螺旋线 如果形成螺旋线 会是另外一个麻烦点 OK,它没有形成螺旋 那这样好多了 大概在这个位置之间按grow 扩张 好,那到这里其实手臂都会影响到 所以再grow 嗯 不管,先射1 那之前既然是loop的 所以就直接给它loop 分给胸腔 下半截给胸腔 下半截胸腔比较 然后再加点5 还加点75呢 嗯 好,那没关系先这样 loop 啊,胸腔已经抓的就不要了 哇,它弄不到这了 啊 不行,螺旋线 螺旋线 好,螺旋线 好,如果是螺旋线我就只能慢慢来 因为已经到这就跑到这来 好,这个地方已经跑掉了 因为我要的是上面这一条 因为我要的是上面这一条 可以,待会再回来调那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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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减减啊 0.5啊 0.75啊 这样的控制权 因为像这边应该可能大概到0.75 好,那这个呢 目前 都在upperarm 0.9 哦,不对 这个位置应该要分给那个 分给这个 嗯 嗯,肩胛骨还是熊强 这个就是 啊,在这里很困扰 困扰的部分 嗯,这里也是螺旋线 所以 先射到0.75 然后正上方的都给它 嗯 这里应该没有upperarm 所以这个是刚刚螺旋线 选到的问题 这刚刚我在点的时候 螺旋线 抓到这里 我把这里 这个地方应该 这是刚刚螺旋线的问题 我在这里 这地的地方应该 这是刚刚螺旋线的问题 Germany 看一下这条是螺旋线路吧 这边再回来,我先往下走 确认一下 这圈是他们的中间 Loop,所以他现在都是这个1,现在这边抢0.5 开始可以过来这样子 Loop,这边点75再过来 点9 这边开始以下都是1 这边至少全部都应该是前手臂的 包含到这里面选到的 好,那继续往手腕的地方看 哎呀呀,看不见了 这里要看一下,哦,开始出现螺旋线了 过来 好,他开始出现 OK,这些还可以 1 按Grow,直接只会向左右扩张,只会向左右扩张 OK,这里也算到1 然后我们开始把这边全部给手掌 好,就这边 到这里都给 通通给手掌 再用其他手指头等等的抢回来 这个逻辑 好,就是这个意思 这样 刚刚那也通通给了手掌 所以现在这边呢 开始抢回来 1 OK 好,那这边也是 他开始抢回来就应该是这样子抢 抢到这边 1 然后刚刚呢 这个大概这一节 大概介于这两个中间偏这边一点 所以我让这一节给他点 5 减减 好,减减 那 然后这圈 几乎就在正中央 就是这边拿点5 OK 然后他的后面这边就是他自己了 1 OK 好 然后这个性价格很烂 没办法 只设在点5 还有手指头的手心手背设的数值不同 是上下的数值是不同的 这边他大概点9 点75好了 然后下面是 大概已经0.5 然后点75大概在这 你自己看一下 你自己看一下你的手背的关节跟手心的那个关节 的纹理 好 稍微有一点 其实他是有点无差的 那你要把它设的 比较硬一点是无所谓的 OK 哇 这好尴尬 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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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好这样 不是 嗯 对 只好这样设 因为那个 那个位置太尴尬 刚好 刚好不上不下 两个的正中央的位置 OK 好 那这边大概有设定下以后 先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设定 手能不能动 到运动控制面 把它按一下 Beef01 离开 好那他会到我的那个 股市健身上的姿势状态 所以可以看到我肩膀 有没有 已经开始接近 然后就从这个状态下开始微调 这个现在是谁 哦 嗯 他被带走太多了 也许点七五看看 那这个呢 目前被手臂也带走太多 嗯 要分给这边 要分给这一只 先设个点五 嗯 因为那个Skin做不出模拟不出那个叫做肌肩 我们现在我现在在设的这个问题就是 Skin没办法模拟出肌肩的 运动 因为你有筋啊 筋的拉伸跟 收缩 Skin是没办法模拟那个部分 所以我们只能做到大概这种感觉 然后扭转待会再处理 看一下手指头 对吗 对吗 为了调的 为了设定的 就大致上 对吗 OK 有设定的就OK 那 换第2只 也OK 好 那第3只无名指就不OK 因为还没设定 小指也不OK 好 这边 然后这里会有这个奇怪的麻花 好 很正常 因为还没有设定 OK 好 这个应该要给 胸腔 至少要点9的强度 这里也是 胸腔大概要到点9的强度 是胸腔1 好 我会是看那个 股价的影响感觉 去做这个操作 OK OK 好 对我要把肩膀弄回去了 好 那脖子这里其实也有需要调整的因为 你可以看到那个 这个点 因为他完全没有受到头 头的那一圈的作用 完全没有受到 哦 头骨的影响力 选不到可以选到 就这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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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里扭起来脖子会这样 是因为人转头的时候脖子不会不转 就是我现在这个姿势是诡异的 就是不可能这个姿势 所以你会看到很奇怪的扭动 是因为那个 我们在动骨架的时候 是这个时间点 可以在不在fig mode的 那我可以动一下脖子 就在这个时间点 这种姿态的时候 我可以打开 脖子也会转 脖子也会转 不可能脖子不转动而做出这个姿势 所以如果你不转动 当然就会变出一个很奇怪的样子 可是如果你脖子有转动 就不会出现很太诡异的姿态 一样的就是当往后仰 我这些都没有调 其实我都没有太调 我都主要在调检查头 只有动头 可以像头往这样子弯 你脖子其实也会这样子 然后这个头才可能再这样子一点 那这里有没有看到 那个刚刚奇怪的位置就不见了 这样子 OK好 所以像这个姿势 这个现在看起来很诡异 是因为 人不可能这样子 Q到这么夸张 Q不过去 顶顶多Q到这样子 那那个Q过头了 所以它正常的应该在这个位置 比较合理 OK 那我都把它调到比较合理的位置 看起来会比较顺眼 大致上调一下就好了 好 那当然这个是 其他就开始慢慢做进一步的调整 好